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这个字不难 复合字 up也看懂 bead也看懂 可是两个组合在一起看不懂 第二个字也用不出来 she's a very jolly and be a slowly person jolly也是很欢乐的 所以英文这个形容人的情绪 个性的字很多 他是一个很欢乐的 很乐观的一个人 容易交朋友 这个字就很简单 我们说这个人很严肃 当然也不一定是只有讲个性 也可以讲这事情 这个事态很严重 也可以说交往 是有心真正交往 男女朋友 常常会说are you serious 女孩子问男的are you serious 不是你是不是很严肃 或者你不是 不是这个 你是不是很严肃 他说你是真心要跟我交往 那我们这边讲个性比较严肃的 not joking wintending to be funny 就不常开玩笑 然后有意的 就是或者是 也不是有意的 就让自己变得很好玩 变得很有趣 就比较严肃的 正经八百 老学就 不够言笑 严肃的 不够言笑的 正经八百的 就是这些意思 serious please don't laugh I'm being serious 不要笑 我现在是很严肃的 很正经的 跟你讲事情 不要笑 不要嘻鼻笑的 办公室老板说 这个张三 小李啊 小张啊 你们嘻鼻笑 我现在在讲 公司的经营政策 你们怎么嘻嘻哈哈的 所以以前在报社的时候 报老板啊 开会 在讲事情 在讲严肃的事情 就两个小主管 调皮 年纪轻的小主管 在那边 在那边弄什么 两个嘻嘻哈的 当然很小声啊 哇 被老板 老板已经盯了他们很久 他们没看到 突然老板 爆喉一声 吹 哇 我在讲事情 你们两个 这个这个 不但不听 还在那边玩什么东西 太不正确 哇 我们全部吓一跳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 我们说这个很小气啊 小气当然也不止一个英文 英文字啊 很多字啊 这边是stingy stingy也是小气的 所以多学几个字 are willing to spend money 不但愈花钱的 stingy 小气的 he is really stingy and never buys anyone to drink when we go out 他这个如此的小气啊 说我们一大多年出去 他从来不付钱 从来不去 我们喝饮料 有时候一般人嘛 有时候你请嘛 请小东西嘛 买杯咖啡啊 买个汽水啊 买个什么 什么糖果啊 买个什么 小蛋糕啊 没多少钱的 有时候你出 有时候他出 正式的 正式的吃饭 就good lunch 大家各付各的 当然有人说 哎呦 这张 最拿奖金请了 小气从来不付钱了 he is really stingy and never buys anyone to drink when we go out 这个词也简单 这个大家都会 浪漫的 他从声音是romantic 罗曼蒂克的 一般是浪漫的 relating to love or close loving relationship 就是跟着爱情啊 或者这个爱情的关系 有关系的 浪漫 romantic romantic you used to be so romantic but now you never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你本来是 很罗曼蒂克 但你现在怪了 你现在不再说爱我了 就是那个英文歌 那个猫王唱 那个 那个 Guyolung Sun Tonight 也就是讲这个 就讲 男的 这被女的分手 一直不知道原因 你以前都 罗曼蒂克 现在怎么不再说爱我 表示有问题啊 是不是 你有小王啊 有小三啊 还是什么状况 我们说这个很 愚蠢的 判断能力很差的 这个字也很简单 foolish and why stupid we're not showing good judgment 不聪明的 stupid 笨笨的 不会表现出 这个 这个很有 判断力 judgment 不是审判 判断力 很差的 foolish people easily to be cheated 这个 愚蠢的人 很容易被欺骗 虽然像诈骗 击多很多 台湾有没有 诈骗王国 一送回大陆 吓死了 可能要无期徒刑 要怎么样 重刑 回到台湾 好高兴哦 可以叫话 法官说 你可以叫话 你是被逼的 什么东西 没什么事情 判很轻的罪 甚至无罪开始都有 所以台湾的 很多法官 也是莫名其妙 你跟他讲 他不高兴 引进去 他们是第一次 出饭出饭 第一次杀人 要不要出饭 所以很多人就说 台湾的法官 最好 也受一点罪 自己的家人 也被骗 也被那个怎么办 没办法 很多小女孩 小男生 二十几岁 大学毕业 很会考试 就考上法官 这个不懂 那个不懂 没办法考完试 受过训练 就当法官 这个不懂 这个好可怜 那可以叫话 第一次犯 被他害死 算谁的 我们说这个人 积极主动 这个我们可以 可以用这个 积极主动 Proactive Proactive 积极主动 Taking action by causing change and not only reacting to change when it happens 就是可以主动的 有一些变化 不会是被迫的 被动的 当事情发生了 然后被动 再去做一些应变 Managers must be proactive and identifying and preventing potential problems 经理人 公司经理人 必须要积极主动 在确认 在确认 上面要积极主动 然后要防止一些 潜在的 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 这个字也简单 自私呢 Selfish Someone who is selfish on the things of their own advantage 自私的人 只会想到自己 想不到别人 She was sly Selfish and manipulative 那他slide是很狡猾 这不念sleep slide 狡猾的 很自私的 还有喜欢操作人家 manipulate manipulative 这些都是形容的事 都是形容人的个性 作风 这个最简单 幼稚的 silly imature silly 就傻乎乎的 imature 是不成熟的 很幼稚的 所以这种很多字 像幼稚可以讲 naï 可以讲 Chinese 可以讲 幼稚当不silly silly 傻傻的 imature 很多字 所以我们英文的用字 知道越读越好 有时候用这边 有时候用那边 词汇就比较丰富 She just been childish immature 她就是很幼稚 不成熟 这个字也讲 boring 就是无聊的 乏味的 Not interesting or exciting 就是没什么有趣的 没什么趣味的 exciting 不会让人很激动的 很振奋的 很高兴的 所以男人跟女人交朋友 如果你不能 常常让这个女人来笑 让这女人觉得很高兴 很怎么样 这个没什么机会 所以就是有人说 把媒高手 他就很能触动心弦 有人比较故障 乏味的 个性比较单调 乏味的 就不容易交女朋友 不容易触动心弦 His husband is about the most A boring person I've ever met 他老公 几乎是说 说我认识 里面 感觉到最无趣的 乏味 有的人就是 你刚才就很有趣 会讲笑话 会怎么样 讲什么都有趣 有的人就是没办法 有的人是话少 有的人话不见得少 可是讲东西 就很平庸 就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高潮的 就是比较boring 比较无聊的 这个字也简单 mysterious 神秘的 神秘兮兮的 strange not known or not understand 就是 strange 很奇怪的 not known 你搞不清楚的 不知道 这也是差不多 你不了解的 she is an actress who is in her life who has remained mysterious despite the many interviews she has given 这个 她是一个女明星 她的内在 内在的生活 她真实的生活 就是保持着这个神秘 虽然这个许多访问 她都做了很多访问 这个女明星啊 虽然这个也 也常做访问 可是她真实世界 没人懂 所以有些明星啊 她真实的自我 跟她荧幕上的表现 或者在公共场所 表现出来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录的时候 一个姓王的歌手 哇 信用破产 这个形象 优质歌手 好得不得了 哇 结果后来搞清楚 把妹高手 死生活 不怎么样 she is an actress who is in her life she has remained mysterious despite the many interviews she has given 好 这集讲这里